為了進山先去把丟垃圾然後讓大家再來進 這種事情只有台中市政府做得出來 這種荒謬離譜到讓人啼笑皆非 甚至覺得荒誕到沒有言語可以形容的狀態 這種事情他們也做得出來 我已經講過他們太多事情了 一個市長如果重視包裝 重視這些刑事主義的東西 他們下面就會上行下效 所以去為了進山先去把丟垃圾然後讓大家再來進 這種事情只有台中市政府做得出來 這種荒謬離譜到讓人啼笑皆非 甚至覺得荒誕到沒有言語可以形容的狀態 這種事情他們也做得出來 所以我常常在講城市的進步 端靠包裝不會讓這個城市進步 端靠公關也不會讓這個城市有所發展 所以台中市只有務實理性 拋棄這些公關 拋棄這些置入 拋棄這些包裝 城市才會進步 所以說因為盧市長這四年來只種這些包裝 只要求表面的這些形象 所以才會有這種清潔隊的同仁 為了配合上面 上面就要這個 所以配合上面 所以就先丟垃圾 再撿垃圾 其實這種 台中市很多地方很髒 他們不需要這樣做 真的要做台中那麼多髒的地方 為什麼不好好地去那個地方去撿呢 去做這個敬灘敬山的這些活動 這種非常荒謬 好了